當年英國首相張伯倫 要去跟希特勒簽和平協議的時候 也是這種講話 最後換得希特勒發動戰爭 因為昨天國民黨在臉書粉絲上面 貼出一張解釋兩岸和平協議的圖 那麼其中最後一點說 為什麼民進黨不願意洽談 那因為他們說民進黨只要戰爭不要和平 當年英國首相張伯倫 要去跟希特勒簽和平協議的時候 也是這種講話 結果夏威吉時搖著一指和平協議 津津得意 最後換得希特勒發動戰爭 最後領導英國人民努力對抗贏得戰爭的是邱吉爾 歷史遭遭明顯 希望不要重蹈復撤